鬼故事的大師司馬忠元 他一月初急性肺炎過世了 那麼享受九十歲 九十歲算不錯這樣 那麼 以這個口頭禪 變成這個大家朗朗上口 中國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全世界都怕鬼 恐怖喔 恐怖到了極點 我講起來就沒那個味道 這個他說他不用寫自傳 因為鬼故事就是他的故事 所以司馬忠元也跟鬼之間 好像就有一個 不解之緣 不解之緣 讓他講起來就不一樣 恐怕他也常常看到 那麼我們今天 也因為司馬忠元 來講一些靈異的故事 我跟你說 英文有這句G-H-O-S-T 標示公 G-H-O-S-T 標示公 我們台灣人 中國人 你說鬼 那麼其實西方人也有這個字啊 所以西方人也有那麼驅魔大師對不對 西驅考課 他們也有啦 華倫夫婦 華倫夫婦 就是那個那個什麼 阿娜貝爾 是是是 那個那個票房都很好 大家特別愛看 所以有時候 他也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那麼這個志偉來講一下 他是在臺灣講 講鬼這個事情是怎麼走紅的 對 其實剛剛正大哥你講的那個恐怖 恐怖的人起點 其實他自己 因為我採訪過司馬忠元 在十幾年前 那那個時候 就是因為要做一個新聞專題 那我們都很好奇 就是說 因為我都叫他司馬伯伯 其實司馬忠元 不是他的名字 但是他的筆名 他不姓司馬 他的本性是姓吳 他叫吳岩梅 所以那名字蠻中姓的 他梅是玫瑰的梅 對 那那時候就是我就很好奇說 這句話 你怎麼會發明出這樣子的話 中國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那可能志文哥也知道 那他自己有講 他說其實那個是導播教他的 有一個導播跟他講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細節 我們待會可以再聊 那他自己有講說 為什麼他 他怎麼會在這個 我們講很多人都認知 他司馬忠元就講鬼 因為其實他有主持過一些廣播節目 那他也出過書 那書當然就是有一些鄉野奇壇 那廣播節目也是在聊鬼這件事情 那他其實小時候是在中國出生 那他是十五歲從軍 十六歲跟國民黨 國民軍一起來臺灣這樣 所以他說 他其實都沒有念過什麼書 他念書是自學的 所以他說叫他作家 他自己覺得 那個好像抬舉我了 我不過就是寫一些大眾文學 大眾文學就是寫這些鄉野奇壇 大眾的 對 寫一些阿飄 寫一些因果 那他講說有些故事 因為我們會好奇 那你講鬼故事到底是真的假的 他說因為他 他都是他看到的 他聽過的鄉野傳奇 真真假假 那你像不像世界上有鬼 他問我這句話 我說我相信 那所以就是真的啦 小曹地 所以其實你要問他講的鬼故事 真還是假的 他都是這樣回答你 因為 我們通常在講一個人 我們就說講說 要相信世界上有鬼 但不要相信他那一張嘴 對 女人都想說 寧願相信世界上有鬼 不要相信男人那張嘴 就像剛剛正大哥講的 所以他不會告訴你啦 那真的就是他讓臺灣觀眾 很熟悉的就是 那就是我要問那個志文閣 就是那個玫瑰之夜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嘛 那艘好紅喔 曾慶瑜 捧恰恰 對 製作人就坐在這裡 晚上十點吧 禮拜六嘛 十一點半 那個單元十一點半 這節目只有十點開始嘛 對 他那個單元就是那個玫瑰之夜 你今天會這麼紅 我有一點功勞啦 快點吃 我都有看啦 拜託 那個時候那個節目是萬人空巷 特別是那個單元鬼話連篇的時候 而且裡面都還有那個什麼 募集觀眾記靈異照片 那那個司馬作人 當時就是在這個節目裡面固定 然後後來就有些綜藝節目 因為他紅了之後 很多綜藝節目就會邀他去講鬼 那甚至後來不是那個郭子前 還模仿他嘛 對啊 所以說其實他因為這個節目 因為他自己主持了 再加上他出了書 所以只要想到講鬼 就是去找 為什麼他說他沒有喝孟婆湯 對 這個也很有 知道前世 對 這也很有趣 因為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真的是半信半疑 可是就很神奇的地方 他說 他就說 我說那那個司馬卑卑 那請問你說 你講的古故事都是真的 那有沒有什麼沒聽過的東西 我在書上或是電視節目沒看過 我說我跟你講一個秘密 我說什麼秘密 你知道就是我們人死之後 是要過奈何橋 我說我知道啊 那戲都有演 要喝一個孟婆湯 我知道啊 以前土地公傳奇也演過嘛 還有一首歌叫孟婆湯 有名唱的這樣 我就這樣跟他講 他就說 好 我跟你講 真的有這件事 我眼睛瞪得很大 所以呢 他說有這件事情 而且喔 我沒有喝孟婆湯 我說你為什麼沒有喝孟婆湯 他說 因為我逃過了 喝孟婆湯的時候 那那怎麼一回事 他說他下去的時候 真的有一個孟婆 非常凶 你不管你要喝不喝 他就是把你抓過來 逼你喝下去 下去的時候是下去哪裡 就是下去地府嘛 他死了 就是人死了下去地府 要下去地府 對 然後你就是要過奈何橋 之前要喝孟婆湯 孟婆會煮個湯 對 孟婆煮個湯 你喝了那個湯 你就會忘記前世的記憶 那該投胎看你六道輪迴嘛 看你去哪一道嘛 畜生道還是什麼 你就會忘記你前世就對了 所以他就說 他那時候他被架著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被逼喝 他就看到旁邊有個桌子 他就躲到桌子下面去 逃過了孟婆 我給他喝孟婆湯 然後那時候他逃過 他走起來的時候呢 有兩個親衣人 以為他已經喝了 就架著他說 你走這一道 人道 你知道 就是他可以投胎 還是當人這樣 所以他就投胎 有一道是畜生道 他有六道 六道 也有去當昆蟲的啊 什麼的啊 或是你就是要到十八層地獄 去受刑 如果做壞事的話 我那時候眼睛燈得很大 我想說我內心想說 這應該是唬爛的吧 怎麼可能 他說我跟你講 我出生的時候啊 因為這都不可考了 因為他已經來臺灣了嘛 那他的親人什麼都在中國 我跟他說他出生的時候 張開眼睛他就會講話了 一出生就會講話 對不對 還講說我的手怎麼會這麼 我的手怎麼會這麼小 因為他的記憶他是成人嘛 對 然後呢 他那時候就這樣講 把所有人嚇壞了 那我說那你怎麼知道 他說我爹我娘告訴我的啊 我說那還有呢 他說他還有看到 他說在他一兩歲的時候 他不是會講話而已 他會認智 那個牆上有貼一個春蓮的春 那個符嘛 他就唸那個叫符 結果他的叔叔就說 你們生了一個妖怪 怎麼可能一兩歲會講話 太離譜了這樣 然後所以接著問他說 那司馬伯伯 請問那你的前世是男生女生 是是什麼人這樣 他把名字講出來喔 他說他的前世是女的 叫陳三姐 他連名字都講出來喔 女生 殺技啊 對 那他自己當然也會疑惑嘛 然後也旁邊的人聽他講 他就是可能他的 就是來臺灣做他的朋友 他的妻子這樣 那聽他這樣講也覺得很玄嘛 那他要去查證這件事情 這個人他沒有跟我講說 這個陳三姐這個人 到底是在中國大陸 還是在臺灣 我印象有點模糊了 他只是說他有去追本溯源 他就找到了這個陳三姐的家 的家人還是夫家之類的 就是說真的有這個人喔 這個人是我們家同養媳 可是因為就是可能有些時候 宋穴要當同養媳 根本就是變用人嘛 然後後來就長大之後 就是根本也沒有嫁啊 就是被虐待 後來這個陳三姐就上吊自殺 他所以他是上吊自殺之後 轉世 對 所以他等於是被虐待嘛 那很痛苦嘛 所以就還是讓他當人 其實我們就是很多人 沒有喝孟婆湯 知道前世的故事也很多 比如說紀錄片裡面很多 對 真的是很多 我看過 我很喜歡看這類的紀錄片 比如說以前林志作的節目 我都是忠實的觀眾 超愛看這個 因為我比較靈異體質 我從小就會接觸一些 一般人接觸不到 所以我對這個 特別想去了解這樣子 那比如說 我知道一個紀錄片 其中 這只是其中之一 就是我印象比較深刻是 這個英國 英國做的一個紀錄片 但是這一個紀錄片 是美國的一個博士去做的 那他就是一個 叫諾瑪的媽媽 因為他的小孩就是告訴他 告訴他說 對 這很有名 他從這個孩子會開始講話 除了講爸爸媽媽 第三句就是一直講巴拉島 他想去巴拉島 然後他的媽媽 巴拉是個島 對 他就問他說 因為巴拉島離這個 諾瑪跟這一個小孩 這一個小孩叫卡梅倫 卡梅倫他們跟媽媽住的地方 離這個這一個叫巴拉島 有兩百五十七公里 也滿遠的 那他媽媽就說 我們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他說那是我的家 我的家在那邊 對 然後他就說 我記得我的媽媽 跟你長得不一樣 他說他那一個媽媽 他是長頭髮 一直垂到這個 腰下 很長的頭髮 那後來他的爸爸叫蕭恩 他的爸爸是因為車禍而過世 那後來 蕭恩就是 諾瑪的太太 先生 不是 不是 蕭恩就是這一個 卡梅倫的前世的爸爸 他說他的爸爸叫蕭恩 他記得 然後因為他爸爸車禍過世之後 他媽媽把那個很長的頭髮 就剪成短頭髮 那他們在那一個 巴拉島是一個島嶼 然後他說他小時候 他記得他的房子 就是一間白色的房子 然後那個房子很大 有三個廁所 不像他們現在住的 只有一個廁所 他不太習慣 然後他有三個兄弟 他有三個兄弟 還有一隻黑白狗 然後他們住在那個海邊 常常會看到那個 飛機降落在沙灘 有飛機了喔 對 他的印象就 非常非常的深刻這樣子 那他這個媽媽 就常常聽到 這個孩子這樣講 他很想念他的爸爸媽媽 他很想過去跟他說 我現在在這裡 你們是不是也很想我 那我過得還不錯 他也想他的兄弟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跟他媽媽講 那他不能回去 他就很沮喪 所以這個洛瑪就很想 完成這一個小孩子的 一個心願 確實有巴拉島這個地方 對 然後後來他就 投訴到電視台就是說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有一間白色房子這樣子 那後來投訴這個 就是媒體之後 就引來很多人的注意 對 所以就有一個 美國的一個博士 就說好 跟著這個電視節目 要到巴拉島去探究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一個地方 好 接下來怎麼樣 他們就真的就這個 洛瑪跟著這個新聞台 就是媒體 然後跟這一個美國的博士 就去那邊 就真的找到這一間 跟這一個卡梅倫 白色的大的房子 對 然後 可是進去之後 這個卡梅倫滿失望的 因為都看不到 他的爸爸媽媽跟他的兄弟 然後據說 人去樓空嗎 對 據說他們已經過世了 可是就是看到牆上 就是牆上有一張照片 就是蕭恩跟他 長髮垂肩的老婆 還有三個小孩 就是卡梅倫的 之前的兄弟 然後還有一隻黑白狗 然後進去真的看到 三個廁所 對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然後窗戶望過去 就真的有看到飛機降落 然後他們在那個沙灘上面 這樣子 後來就證實說 卡梅倫講的沒有錯 他的前世記憶都還在這樣子 對 這好特別喔 那卡梅倫講的時候是幾歲 六歲 六歲的時候講的 對 所以他不知道等多久才投胎 對 因為如果他是六歲 不知道他在他的前世 是活到幾歲 至少我們知道他孟婆湯沒有喝 一定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西洋也有孟婆湯 然後其實有一個報導 就美國的科學家 他有研究 冥界的換算時間 跟我們陽間的換算不一樣 就是說在冥界的一年 等於我們陽間的九萬天 九萬天 我們一輩子都活不到 九萬天 我們一輩子大概只有三萬天 對 所以常常有我們的姓仲問我說 那個他們的祖先都已經一百八十年了 應該去投胎轉世 還是去 已經去當人 不一定 有時候在地府等投胎 要等很久 這樣就好 對 是 那可以插隊 插隊 送禮啊 插隊可能超度吧 超度可以 家裡的人要稍多一點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